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大的费城半导体是涨了4.25% 涨最少的道琼工业指数也涨了1.63%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四大指数除了费半开的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然后往上去做拉高之外 其他的三个指数都是开盘就直接往上开 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这个跟经济数据是有关系的 昨天晚上大概台北时间8点半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公布出来的一个数字 原本市场是预期应该是在8.7%到8.8% 但最终出来的结果是8.5% 因此整体通货膨胀的状况下降的状况之下 美国股市就呈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大涨 那可想而知这样子的一个向上做走高 当然也连带着这个台指期的一个夜盘 最终是呈现了上涨大概201点 大概就2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因此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大幅度向上去做开高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好所以同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是往上开高之后 到底是开高之后的震量走低 还是说开高之后能够进一步向上去做拉高 我们首先要观察三个比较主要的市场 其中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的电子盘 好纳斯达克电子盘 大家可以看到早盘以小低盘来做开出之后 8点半过后开始出现向上的急拉 目前是涨了多少呢 目前我们可以来稍微观察一下 是涨了0.24% 0.2%到0.3%都是属于正常的幅度 但是因为它是往上开 也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大涨之后 今天还是持续往上去做一点电高 所以这个是有利于多方的条件 那另外呢南韩综合指数 日经指数现在今天应该是休市吧 到目前为止没有数据 日经指数是南韩综合指数是开高之后 往上去做走高 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多方 所以今天要注意一件事情 通常前一天大跌 然后隔天开高 都会遇到一些解套的一个卖压 但是我想因为这种所谓的突发消息面的 也不算突发消息面 就是大家就原本就知道 昨天晚上要公布CPI 但整体的那个数据 大家不慎有把握状况之下 今天的行情 我觉得会有一点那个嘎空的味道存在 所以原则上今天的一个行情 应该这样子讲了 往上开高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我们就期货市场 当天的一个操作来看 应该是要嘛你就是 如果你不敢追高 你应该要选择押回的时候 去找买点去做进场 如果敢追的 那基本上今天开高的过程当中 他会有一些向上搁空的力道 这个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但问如何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 就是过去这几天 市场会担心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个对于台北股市 会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今天开高大概可以预期就是 他会持续创下这个波段反弹以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行情会持续往哪个方向去做发展 行情会持续往季线去做一个发展 我想这个是我们过去这一阵子 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第一波的一个反弹 其实你都会有机会去看到这个季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当时我们才会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如果你错过了第一波 快速向上弹升这样的一个行情 后面的一个行情 虽然说没有第一波行情来的这么大 因为第一波行情大概走1000多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或许大概只有四五百点的一个走势 但整体来讲的话 个股的表现它其实差异会非常大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谈到了 你要去把握住解套行情三部曲当中 现阶段的一个第一阶段 就是透过操作旗指 或者是交换强势股的一个方式 甚至是做套牢股的一个价差 你都可以去降低你手上持股的一个成本 所以过去这几天 当然每天对于旗指 我们都是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了 不论是对是错 基本上我们都会跟大家去做提醒 那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从最早的8114的振华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大概是获利一成左右的一个水准 到包括了2603的长荣 昨天去做获利出清 也超过了一根停板 包括了3163的波若薇 昨天也做获利出清 也是大概两根停板左右的一个幅度 所以我们才会提醒大家 其实行情有它的一个机会存在 我们也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们每天做什么样的股票 然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它能不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觉得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但重点还是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这个行情还没有做结束 还没有进入到第二阶段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投资朋友 你还是可以稍微把握一下 基本上先往季线去做靠拢 那过了季线之后 还会不会再攻 这个要看当时市场的一个状况 但至少就美国股市的一个角度来看 之前其实我也跟大家谈过 如果你就费城半导体的 跟季线的一个管理率来做观察的话 你看它现在跟季线的管理率 也还有百分之 过去两天回档 目前还有百分之5.82 你去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台北股市 它能够在突破季线的一个状况之下 假设后续能够突破 进一步向上去做突破季线 现在是在15393对不对 如果还有6% 6%因为你现在1%大概是150点 6%其实就是900点的空间 那后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后面再来看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都不采取动作 那最后你就很有可能追在 那个反弹行情即将要结束的时间点 这个我们要特别去提醒大家 那所以无非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你要不要跟夏老师做 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但是整体来说 我还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行情 因为上半年对于大家来讲 我觉得真的都是比较辛苦的行情 这个时候你要快点补雪 要回雪 就靠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整体盘面的一个架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观察一下 在整个营收 因为昨天是8月10号 公布营收的最后一天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7月份营收全部开出来 我们一样 我们从量大的一些重点股仙 跟各位做提醒 那当然台积电营收创历史新高 这个其实大家看到媒体的报导 应该知道 那个我们稍后再来谈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量能比较大的 包括了耿鼎 包括了统一石 统一石这个其实很有趣 因为过去这两天 外资突然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买超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从这个耿鼎的角度来看 然后再来看这个所谓统一石 那我们现在再带一个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 昨天公布营收的量大个股里面 还有一档是跟耿鼎相关性比较高的是 这个1522的提维C 所以这个我们就一并来做一个观察 首先就耿鼎的一个股价角度来看 当然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他一路以来 他都是维持着一个 高档的强势整理 从10块钱的一个低点 快速往上做拉抬 然后进入到一个平台震荡整理 突破之后再度进入整理 这个其实合理 因为基本上 他的股价之前这一波已经先涨一倍 所以来到这个位阶之后 短线的那个涨幅会变得比较小 这个是合理的现象 那过去这三天你看 过去这四天都是红K棒 但是昨天是流长上引线 前天也是流长上引线 所以原则上 来到这个位阶之后 他会有一些 短线上面调节的卖压 那昨天公布出来的营收 因为是月减19% 但是外资是呈现大买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比较特殊 外资大买然后 营收是前面减少的 所以原则上 这个我会稍微提醒一下就是 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这个会跟我们昨天在出波罗威的那个想法 其实有点类似 什么意思 就是第一个波罗威短线股价涨多 第二个他营收开出来 他是呈现月减的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股价涨多月减 他就会有一些获利调节的卖压 所以回到耿鼎的角度 其实也是如此 就是说 昨天外资的大买 那你要去留意 因为波罗威前一天也是外资大买 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假设开上去 开上去的状况之下 基本上你要去观察 当然 这里是27.55 这里是276 也就是说 如果你开过这个价格 他是创新高 对不对 但创新高 第一时间 你要看的是 创新高出来的是卖压 还是说有那个买盘 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那个K棒的颜色 如果说他是一个KK棒的话 代表开始有人在做出货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投资朋友就不要再去做过度的追价 那如果说是红K棒 那突破高点 这个时候其实走的就是一个比较筹码战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1522的提维C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在这一格 他也是呈现了一个月减的一个情形 对不对 所以月减14.33%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会是一个比较类似的架构 那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这两家公司那个股价有一点一步一趋的味道 你看股价从这里也是5月份开始起涨 进入高档震荡整理平台 那原则上 这个一样是月减 所以我们就稍微观察一下 今天网上开的过程 因为它这个等于是一个高档震荡整理区 那原则上是要突破了平台整理的高点之后 它才会有一个重新转强的机会 但是我们刚刚就谈到嘛 如果是一个大幅度跳空开高过了 那原则上你要看的是红K棒还是黑K棒 如果红K棒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那如果黑K棒的话 这个时候追价上面 你就可能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因为毕竟筹码的优势存在 但是整体的那个营收表现 没有说到特别的强势 这个是大家可能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这个9907的统一石 这个是最近跳出来的 说真的你问我说它涨什么 其实我说我也不知道 但整体来说这个是外资 过去比较大幅度买超的一个股票 所以这个其实也比较偏向筹码 那原则上大家就稍微关注一下 因为它做的是那个马口铁 所谓的马口铁就是那个罐头 罐头的那个那一块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你说夏季是不是旺季 其实应该是旺季 因为就是饮料的那个 饮料的那个旺季时间点 但是来到这个位阶 因为股价其实不太容易出现大涨 除非后面有不为人知的利多 要不然大家如果做的话 原则上就稍微守一下 前波的那个颈线的位置 那如果说颈线跌破的话 该退场可能还是要去做退场 因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 容易连续性大涨的一个族群 可能是投资品要比较注意的重点 那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开发金我们就不看了 2618的一个长荣行 长荣行的一个部分 我先讲就是最近期 其实市场当中 大家有传出一些 就是 当然之前一直传出解封 现在是恢复的比较正常 不过整体的货运 货运的这一块其实掉的比较多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2618的华航的股价 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 如果你看这两家公司来看的话 你看 这个是华航 然后这个是长荣行 长荣行是高档震荡 华航是跌到一个相对低点 为什么 因为不是说华航不好 而是华航它的那个货运的 营收比重比较高 所以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 绝对有影响 那公布出来的营收是前进的小幅度的成长 我想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长荣行的股价能不能够领先去做一个攻击 因为就目前的一个格局来看 月线季线通通都下弯 对不对 这个地方通通都下弯 所以你算到以扣底的角度来看 因为现在扣底在这个位阶 所以合理来讲 现在的位置大概差不多 对不对 但是今天开盘之后 今天礼拜 礼拜四开盘会扣这一根 然后礼拜五 一二三四五 大概到八月的下旬 它都还维持在相对高档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一波攻不破 如果你头上 头上有持股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要先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这一波如果没有上去 我要花多久的时间才会再看到一次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要注意的是说 为什么要算扣底给大家看 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我现在扣高 我不容易一次去过的状况之下 而要怎么办 基本上你要去应该这样讲 你要过下弯的均线 你要怎么做 第一个带大量 第二个我等均线扣下来 对不对 扣下来代表它的压力来的没有来这么大 所以就时间点来看 这一波假设没有攻上去的话 那基本上你大概就要等到 八月下旬九月初 往这一段去做扣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均线 会整个掉下来 那当然要看那个时候股价在哪里 你就不能够再出现比现在更低的股价 如果说还维持在这里的话 均线扣下来 那个地方它会有一次突破向上的机会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当然华航也是成长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位阶的不同 所以原则上如果要做的话 做墙的会比较好 就做墙的会比较好 那华航如果你是套住的 可能就要反弹的过程当中 要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调整 这个是投资品要注意的重点 那另外利基电昨天公布营收 月减5.22% 然后台积电公布营收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个就是先进制程成熟制程的差别 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有谈到就是说 台积电现在先进制程的营收比重超过50% 所以整体来讲它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小 所以那我再带大家看一个东西 因为昨天我们有特别谈到台积电的ADR 所以合理来讲1%5块钱 所以今天可以开到大概20块钱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整体来讲它的股价其实会 事实上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关注 今天有没有稍后我们可以从个股期 可以看得更明显 它开出来应该会来挑战5.16 甚至突破5.16这个高点 那原则上站上季线台北股市离季线 我相信应该也不远了 但是我还是要特别强调 为什么要把台积电跟利基电这两家公司 拿出来比较 你看股价的走势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说台北股市完全转为为安了吗 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谈到说 这个不是一个多头行情的启动 这个是一个解套行情 所谓的解套行情就是 可以解的解 不能解的其实市场不会硬拉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有一些表现产业比较弱势的族群 股价其实是未必是拉得起来的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要透过旗指或者是换强势股的方式 把那个亏损把它补回来 这是我们强调到的一个概念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大家就稍微关注一下 我想这两档个股 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差距 不是你看行情加上今天的行情可能要涨 台北股市可能从低点上来已经涨了 如果你再加200点上去 涨了1100点到1200点的行情 有一些个股它是还在破底 还在相对低档 这个可能是投资朋友要注意的 它不是一个多头格局 所以我们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方向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那这个是今天就营收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从个股期的一个角度出发 来告诉各位今天盘面 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焦点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上班各位做解析 在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R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一样先看一下台子期开盘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274点 来到了15153点 所以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开盘之后 再度快速的往上去做一个拉抬 所以我要每天跟大家谈 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 因为 我希望就是说 如果投资朋友 比如说你有在做旗指的 你能够 夏小师的节目 是从9点开始播 那原则上 我们当然希望就是 即便你早上 你自己在看盘的时候 你自己心中大概都会先有一个判断 今天行情会不会先往下再拉一小段 或者是先往下再拉 再往下再灌一小段 你先把握住这个东西 其实 如果你的那个 要求那空间不是太大的话 其实早盘都会有一点点的机会 让大家去做一个卡位 就是 照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纳斯达克电子盘是涨是跌 日经南韩是涨是跌 你大概就知道今天行情开了之后 会不会往上推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特别谈到说 呃今天的行情的味道 因为昨天是下跌的 所以正常过去我们都会谈到说 开高会有减少卖压 对不对 但是我刚刚为什么第一阶段我告诉大家 他反而会容易出现 嘎空的力道 因为这个 应该不能够说出乎意料 但是我想杀的空方措手不及 这件事情是有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回过头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量能比较大的个股期货 好台积电涨了2.59% 好所以是比ADR稍微低一点 对不对 但是我刚刚其实也谈了就是 开盘会挑战516 然后或者是高一点点 好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预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呃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就是 今天行情往上开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就盘中的期货市场来做观察的话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告诉过大家的 如果其他的个股涨得比台积电还要多 那这个是一个强势的多头格局 如果没有你就等拉回的买点 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 好另外我看到一个比较关键的 应该是2498宏达电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跟大家谈过一个概念 就是说 基本上啦宏达电如果要动 如果要动通常在 这个动是当然包括往上往下 这个大家要注意 通常会在个股期 它会先有一些量能出来 因为个股期它只要 它一口是 一口代表的是两张 那两张它的保证金 当然要看股票 如果说波动比较大 可能保证金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但如果正常的状况之下 保证金大概只有13.5% 也就是说它的杠杆是7倍 所以正常就是这个不是说 投资没有你要去做个股期或怎么样 因为这个当然牵涉到个人的风险控管的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大户来讲 它今天如果说要针对这档个股有任何想法 涨也好跌也好 它是不是先透过个股企业角度 然后呢再用 比如说我现在假设 假设我是大户 我现在要做宏达电 假设我要投入 今天要投入1000万 1000万好像太少 就举个例子 1000万全部砸股票的效果 它绝对不会比 500万砸个股期 500万砸股票会来的好 或者是200万砸个股期 800万砸股票 因为你只要推上去 你这个用的成本很低嘛 所以当你把股票推上去的时候 你的个股期就赚钱了 所以为什么一直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元宇宙这个族群 或者说你要是比较喜欢那种 反正不就好赢不就去吃 这种极端的反正不是大涨 就是大跌的股票的话 其实你要关注的时候 宏达电的贵股期 那事实上昨天 我记得我在盘中连线 其实我也谈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看 因为昨天威胜股价是创不烂新高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时候其实带宏达电 我觉得是带动宏达电往上走 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状况 就是不论你对于这家公司的产业 基本面移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单纯就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今天它是有它的一个条件存在 就提供给大家做观察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我们刚刚都点到了 我们最后稍微带一下鸿海 因为鸿海昨天召开法说会 那说有库存的状况 但是不严重 所以整体来说 今天是呈现了一个小幅度的 向上做开高 有突破昨天的高点 而且是跳空开高 所以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股价 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强势的格局 我觉得今年对于鸿海来讲 这个集团来讲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或转类点 因为包括了车用的发展 包括半导体的发展 这个会决定它未来的股价的发展方向 但至少就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表现是强势的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那问如何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解套行情 现在都还是解套行情 个股的差异会非常大 但是第一阶段还没有走完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如果说 你错过了前面的一个行情 假设最好的状况 他突破了季线之后 还有6%的正乖离 那我告诉各位 这个时候你务必要找机会去做切入 然后跟调整你手上的持股 如果说你不会做的 或者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8月11号的台股这些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8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LINE8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为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